請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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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千萬劍南朝日 我僅僅問 得少吃 願解如來 尊十一 請放手 修行路 這一條路上 我們必須走得有智慧 而不是盲修瞎練 也不是以盲倒盲 那怎麼樣才可以比較有智慧的走在修行路上呢 就是要隨時反省自己的這條路 隨時回過頭來看看自己 看看自己的時候呢 可以從三方面來看 看看自己的過去 現在 以及未來 過去的時候 怎麼來看呢 看看過去的自己 我對於過去的事情還有沒有顧念 還有沒有懷念 有沒有經常陷入一種思念 想著過去的總總美好 想著過去的點點滴滴 這就是對於過去的顧念 回顧的顧 念愛的念 顧念 這是對於過去的顧念 那對於過去啊 你必須要能夠善於觀察 過去諸行是無常的 已經過去了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 這是對於過去諸行 觀察它的無常性 對於現在呢 現在還是發生很多事情 你要善觀它的滅法性 你看喔 當下還是不斷的在發生事情嘛 對啊 一直在發生 但是它有沒有 它有沒有這個停過呢 沒有 它一直 一直過去過去過去 你說當下 你說當下的時候它又過去了 每一個當下又過去了 所以實際上 對於現在的東西 有沒有好執著的呢 也不需要執著 因為所謂好 你說當好 它就開始往不好的方向去了 你說當年輕 你說當年輕 它就已經往衰老的地方邁進了 所以任何的情況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從中了解啊 所以對於現在諸行啊 了知它是滅法性 那對於未來諸行呢 要了知它的生滅法性 什麼意思啊 未來的東西 未來的事情還沒發生啊 那會不會發生 那會不會發生 未來的事情 未來會發生 所以這個是生 生了之後 未來會不會滅 會 所以未來的事情 生了又會滅 所以對於未來發生的事情 要了知它是生滅法性 所以對於過去的種種事情 了解它無常性 對於現在的事情 了解它滅法性 對於未來的事情呢 了解它是生滅法性 如此一來 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就不會陷入三世因果中 否則我們 什麼是生死真毀 生死真毀 就是我們陷入在三世因果中 而無法操拔出來啊 非常可憐啊 我們一直是 先溺在這裡面啊 因果 什麼是因果 有的人說 因果有因果嗎 所以大家 時刻刻去思維 過去的無常 現在的滅法 未來的生命 這個 當你這樣觀察的時候 你就不會起煩惱 否則啊 我們經常陷入一種愚痴 很愚痴的過生活 充滿染汙的過生活 我們心是被染汙的 那如果你 你能夠對於過去現在未來 善觀這些特色 善觀這些特色 你就不會無明 你就變成明了 你就不愚痴了 是這樣子 那麼 佛陀啊 有一次在王瑟臣的時候呢 他曾經 這裡面呢 有瑟利佛跟魔侯居次羅 在七色絕山啊 在一座山裡面 叫七色絕山 那這個時候呢 居次羅從禪殿起了之後 到瑟利佛的地方 到瑟利佛的地方 然後這個魔侯居次羅 向瑟利佛要請教法意啦 那請教什麼呢 魔侯居次羅就問 施利佛說 如果一個比丘 他的修行 還沒有達到專注無間斷 怎麼辦 我們現在很會專注 很會修禪地 但是沒有達到無間斷 還是經常被事情給間斷掉 怎麼辦 好 所以這邊啊 這個 瑟利佛啊 就開始來回答這個問題 怎麼來達到無間斷呢 你們看 經文裡頭啊 經文裡頭 無間法那一段 再講無間法 第一頁 第一頁 無間法那一段 倒數 第一段 無間法的第一段 倒數第四行 施利佛說 如果比丘沒有得到無間等法 想要求無間等法 應該要精進的思維什麼呢 無受因如病如雍如刺 如殺 無常苦空非我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要觀察無孕 他就像疾病一樣 每天都在生病啊 各位 各位 我們現在的 我們每一個人 現在啊 或多或少都在生病 誰真正沒病的 每天累的不得了 那個也是病 每天 有時候這邊 有時候這邊鼻子不通 有時候頭痛 有時候腳痛 有時候這邊 脖子去鬧到 你看這個都是啊 到處痛 有時候有時候 這個慢性病更嚴重 所以 觀察這個五孕啊 充滿了疾病 就好像疾病一樣 當你有疾病的時候 你會不會希望病趕快好 趕快不要痛苦 你會希望的 所以要觀察五孕如病 再來觀察五孕如雍 雍就是啊 狼種 那個裡面啊 都是白色的囊 都是充滿的囊 所以觀察五孕如雍 觀察五孕如刺 你們摸過玫瑰花嗎 玫瑰花是那麼漂亮 沒想到下面是那麼的刺人 所以看啊 漂亮的通常刺人啊 要小心為妙 所以這個 要觀察五孕像刺 你稍微 不小心就會被他刺到 好 你就會被他害 流血 所以要觀察五孕如刺 還有觀察五孕如刺 他隨時啊 準備把你殺死 我們因為有這個五孕 所以要很小心的 因為我們執著嘛 我們以五孕為基礎而執著萬法 很容易因此而被殺死 被什麼殺 被執著所殺 無常苦空非我 然後要觀察這個五孕啊 他不斷在變是無常 因為無常沒辦法不變 所以他是苦 你沒辦法 沒辦法照你意思不變 所以他是苦啊 既然是苦 哪有什麼東西可以求的呢 一切皆空啊 凡有所說的西皆是苦 請問什麼可以求一切皆空啊 那一切皆空的話 哪裡有一個我呢 我是代表什麼 我可以主宰這一切 問題這一切都不能受我主宰 所以叫做無我 這個叫 所以要觀察五孕 如病如庸如刺 如殺 無常苦空非我 這幾個啊 如病如庸 如刺 如刺 如殺 無常苦 空非我 八個 我們說苦有八苦 生老病死 愛別離 願真會 求不得五孕至聖 那這邊你要觀察五孕有八種 請問觀察這八種對你有什麼好處 得無見法 沒有間斷的法 得無見法 好 現在你們背一下這八個 來 閉上眼睛 好 五孕如病 病 跟著我唸 如病 如庸 如刺 如殺 如常苦空非我 如常苦空非我 現在一口氣把它唸出來 我唸一次 如病如庸 如刺 如刺 無常苦空非我 請 如病無憂 如刺 如刺 如傷苦 空非我 來 利盈 先唸一次 請閉上眼睛唸一次 好不行 來 招致 請 如病如庸 如病如庸 再來 無常苦空非我 好 佩儀念次 不是 背背 要背 如病如庸 無刺 如殺 對 再來 榮尤 如病如庸 無刺 如刺 如庸 如病如庸 無常苦非我 乙尹 無病無庸 無刺 無常苦非我 畢然 不病無庸 無刺 無傷苦非我 畢然 不病無庸 無刺 無傷苦非我 利盈 不病無憂 好 好 那你們被這個目的何在 可以 可以怎麼樣啊 可以 不是 可以得無見法 可以得到無見法 無見法 是甚麼 讓你的 讓你對於法的精進 不見斷 叫做無見法 不見斷嘛 所以無見法 得無見法 所以 當你在懈怠放逸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 回憶 無病如庸 如庸 如刺 無常苦苦非我 你如果這樣回憶的時候 你就會不容易懈怠 就會不容易懈怠 所以這個是這樣 而且啊 如果繼續這樣 精進下去 可以正出國 也就是虛途還國 好 請問虛途還國又叫做甚麼啊 又叫出國 又叫甚麼呢 又叫 對 又叫出國 那他是 只剩下七次來到人間 那請問他斷的是斷甚麼啊 三解 好 也就是 我見 借進去 疑 好 那得 這個 魔後俱赤羅說 如果得到出國之後 想要得二國怎麼辦呢 怎麼辦 再背一次 就是一樣啊 一樣你在日常生活中 要不斷觀察自己的五韵 是那八下 來 大家再閉起眼睛 背一次 好 張開眼睛 這樣子可能可以得甚麼 得二國 好 這樣可以正二國囉 好 啊 利盈叫甚麼 正二國的話 這個叫甚麼國 二國又叫甚麼國 斯土韓國 斯土韓國 斯土韓國又叫做甚麼呢 俄國 是對 俄國講過 又叫甚麼呢 又叫做 一來國 他只需要再來人間一次 叫一來國 好 那俄國 他所斷的反腦是甚麼呢 對 不是五相分解 是斷三節之外呢 又 貪稱之伯 是這樣 這樣就算二國 好 摩基斯羅再問 那如果正二國 要再往上升進 正三國呢 要怎麼辦 一樣 一樣是甚麼 再背 再背是對 一樣是觀察五韵 那八個現象 來 大家再閉起眼睛 背一次 好 正三國了 那三國又稱為甚麼呢 叫做阿納韓國 阿納韓國又稱為甚麼呢 不還國 為甚麼呢 因為他不會再回來的 他是直接生在近居天 在那邊 最後正阿羅漢國 所以他叫做不還國 不會回來 不會回來人間啦 好啦 那現在來 問題來了 甚麼是不還國 他斷了哪些煩惱 嗯 五下分解 好請說 甚麼是五下分解 那個利盈你剛才有講 大聲一點 貪慾 你有沒有背錯 慾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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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uncle 是芸慾 好 請告訴我 慾慾跟他們有甚麼不一樣 慾慾 慾慾 贪欲的话变成说 到底是什么贪不清楚 欲贪是指欲界的贪 还有色界的贪跟无色界的贪 那么正三果呢 它是这个断欲界的贪 还有诚恨心 以及刚才所说的三结通通断 这个叫五下分结 好 现在来了 如果中了三果之后 想正四果怎么办 一样观察五运纳八项 来 大家再背一次 好 这样子有没有全部背起来了 已经重复好几次了 所以现在大家已经领悟怎么背了吧 就是重复 重复就背起来了 好 这样子正阿罗汉果 好 请问阿罗汉果它是断了什么呢 五上分结是哪五个 五上清洁 色滩 五色滩 吊局 曼 没错了 刚才 刚才三果它断了玉滩一种而已 现在啊 剩下的滩啊 也就是色滩跟无色滩 在阿罗汉果的时候统统断掉 除了这两个再加三个 就是啊 吊局 曼跟无明 这个时候啊 这个叫五上分结 全部断了 所以以上啊 大家有没有清楚了 从 从什么 从想要得到无间法 你是要观察五云如病如用如痴如痴 无常古宫非我 你是要观察这个 道 想要证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无论你是要得无间法 出果 二果 三果 所以这边有五件事情 一个是无间法 一个是出果 一个二果 三果 四果 这样五件事情 这每一件事情它都告诉你 你想要证这五件事情啊 就一定是要观察 五云如病如庸如痴如痴 无常古宫非我 这八件事情 好 所以这个很好讲啊 你们看啊 你们把这件事情背起来之后 在佛法上多好用 下一次如果有人问你 义引啊 闭乱啊 你们是怎么精进于佛法的呢 在佛法上怎么精进呢 对 你这一句背出来啊 它就肃然其境了 观察五云如病如痴 如痴如烏 无常苦空非我 而且要这种速度背 它马上肃然其境 好 你的空心啊 请忍者再广说广为说明 你看哦 这个人家马上肃然其境 所以要背 经文有的东西要背 重点要背 这样子哦 你才能够真正把那个 就是说你背起 背出来 人家也会觉得说很受用 好 那这一记呢 主要就是这样 还没结束 刚才是说 你这样观察八种法可以得五件法 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出国之五件事还有第六件事情 也就是最后一件事 当你证阿罗汉果之后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后有 所该做的都做完了 是不是不用再修了呢 不对 你还是要观察 五蕴如病如用 如是如烧 无常狂妃 那这样可以干嘛 已经阿罗汉最顶了啊 已经到顶了 还可以干嘛呢 他说啊 可以让你 得为得 正为正 宪法乐助 这三件事 得为得正为正就是说 有的阿罗汉啊 他并没有正得其他的神通 他没有十八种神通 他没有六种神通 他神通啊非常欠缺 他也没有得病 他没有得出场二参三参四参 空无边数无边 无数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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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定 他也许只有一个未到底定 所以为了得到未得的 为了正得未正的 他继续 用这个方式来精进 再来 宪法乐助 就是说 阿罗汉 他怎么让自己快乐的生活 再没有电视机 音响 收音机 汽车 饮料 炸鸡 汉堡 在没有所有这些东西的情况下 阿罗汉怎么快乐的生活 他说啊 就是教你观察五蕴 如病 如用 如车 如生 无双 无功 那你一定会说 怪了 这观察这种事情啊 是令人非常沮丧 非常悲哀的 怎么 这个阿罗汉反而会觉得非常快乐 为什么 请告诉我 为什么阿罗汉观察一般人看起来非常负面的动机 阿罗汉会觉得快乐 请说 为什么呢 因为阿罗汉只有观看到那样的事情 但是他不会有痛 嗯 不会有痛 好 其他人呢 因为现在可以观察到人生的实相 观察到人生实相会快乐 会 了解 了解他真正的 嗯 你呢 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你脑筋在干嘛 你现在脑筋在哪里 云游太虚吗 还是在九霄云外 所以 宪法热注阿罗汉宪法热注 那是因为他观察这些所谓负面的东西啊 他并不是当作负面 他是透过这样子的观察 经常不让自己啊 陷入这一种情况 比如说 当你知道 嗯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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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方位走几步路到哪个地方 那边有一个陷阱 你知道那是一个陷阱 不可以掉下去 你不可以走那边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去走 你不会 所以阿罗汉知道说 哪些是有陷阱的 所以他不会刻意走到陷阱掉下去 他走的永远是安乐的大道 走起来平平稳稳 直通目的地的大道 所以他可以很快乐 那一般人呢 凡夫他 不晓得自己都走入陷阱 一般人都不晓得 那所以 阿罗汉他已经看得很清楚 他走这种路 是不会掉入陷阱 所以他可以过得很快乐 那还有 当你观察这八法的时候呢 你不断地在精进中 在精进中 他会自然引发快乐 尤其是精进于 试念处 精进于观察自己的身心 那会引发快乐 也就是说 你不忙碌于 外在的事物 你是不慌不忙地 观众自己的身心 这会引发快乐 引发身心的清安 很重要吗 我再强调一次 当你一忙起来 你是丧失的 观照力 你在整个处于忙碌的过程中 你是丧失观照力 然后整个陷进去 然后整个陷进去 陷进去一种 忙无目标的一种境地 所以怎么样才会快乐 当你陷入一种 忙无目标的境地时 这种不会快乐 但是每当你不忙碌 回来观察身体 每一个动作的弯曲 每一个动作踏出去 甚至眼睛 看往哪个方向的时候 我对这个眼睛的角度 转动 以及所看的对象 我都保持观照力的时候 那这样子你是安乐 喜乐 清安 会哦 会这样 所以 不断不断地这样子 往内心烦躁 不要忙碌 那么你就会过得 非常的幸福 这种幸福感 远胜过一般 欲望的世界 那种快乐 所以 阿鲁汉这种献法热度 是一种满足感 非常满足 就像一杯水 已经满了 它非常满足 里面充满了水 滋润 我们一般是怎么样 忙的人是 整个都干枯掉了 你们知道吗 当一棵树在沙漠中 很可怜 整个干掉了 就算是仙人掌 也是很可怜 仙人掌 如果再久一点都没水 它也会干掉的 所以 当你全身充满滋润 尤其是 罚水的滋润的时候 哎呀 能量充满滋润 那个电池充得薄薄的 是这样子的 感觉非常好 那有的人知道这个诀窍之后呢 都会故意去充电 有没有 故意找师父充电 师父就把自己的电给对方 然后师父就变得很累 就会变得很累 因为他都把电给人家了 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啊 你要 你如果有一天想当人家师父 你一定要把自己电充得薄薄的 如果你已经电力衰弱的话 你怎么把电给人家了 你再给出去 你就那个倒下来了 就是这样 好 再来 看法的医疗 法的医疗是在说什么呢 透过法 我们任何的疾病 身体的病 心理的病 全部可以治愈 换句话说啊 我们现在医学已经很发达 可以治疗许多身体的病 心理的病 你看精神疾病 有精神科医师 心理的疾病 有心理医师 大脑的病 有脑科医师 医学界几乎网络 所有身心智能方面 方面的医疗全部都难夸了 那佛法还要做什么呢 佛法所要做的就是 透过禅修 思维法医 实践 佛陀佛的法教 在一种尽可能不动用手术刀 不动用这个药物 放射性治疗 化学治疗等等 也不靠药材 在这种极可能的情况下 用观照 用法来治疗你的身心 让你不要而育 这也是佛陀成为大医王的原因 佛陀为什么叫大医王 他跟普通的医生有什么不一样 普通的医生 他要用很多的物质 外界的东西来治疗 而外界的治疗方式 往往有其副作用 很少有那种完全无副作用的 然而佛陀 他的治疗方式 不是用过 不是透过有形的物质 他是透过无形的精神 他是用精神层面来教你 教你改变观念 改变思想 改变你的根基 从根基连180度的翻转过来 那么你的身心状况 就会不一样 所以佛陀他是透过这种方式 来教育大众 那你们 也是一样 透过佛陀这种方式 尽量用法来医疗自己 否则是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曾经有一次生病 就一个喉咙痛 结果 先给一个家庭医学科的医师看 没有用 后来给耳鼻喉科的看 结果我发现 给他看了好几个月 大概一两个月有了 然后我后来都知道他的固定的疗程 就是用机器 就是用机器给我喷一喷 然后呢 一颗一定有消炎药 一颗抗生素 然后其他不晓得什么 反正一定有抗生素跟消炎药 再怎么开就是这一些 但是还是不好 后来我转而吃中药 中药吃一吃 哇 又有副作用了 产生那个气喘 本来没有气喘 吃下去变气喘 然后呢 本来没有耳鸣 没有耳朵痛 现在变耳朵痛 哇 反而产生很多副作用 所以心医看了好几家 中药也看了 也把脉 结果还是这个痛 没办法知道 最后呢 我就又转到一家大医院 就去看 结果呢 只是粗粗毛鲁的这个实习医师 就看了一下 看我 他就说了 你那喉咙没有怎么样啊 我说喉咙没有怎样 就好像那国王的心 有没有 很像国王的心 你喉咙没有怎么样 我说有 很痛耶 会痛耶 可是你这个 就算你说痛 喉咙痛 就算你完全不吃药 他也会自己好 我说不是呢 我已经看好几个月 吃好几个月的药了 那他看我这么眼 那么严肃 所以他在帮我 这个摸一摸喉咙这边 是不是有肿瘤啊什么的 这样摸一摸 按一按 结果发现都没有 所以他说 不过他那句话 蛮震惊我 因为我看那么多医生 没有人跟我讲这句话 说喉咙痛没有吃药也会好啊 没有人跟我讲这样 他结果 好转到 实验医师看完 最后有一个真正的医生来看 他就一个 这个医生 哎 不错 也跟那个实验医师 讲的一模一样 说你这个没有 没有怎么样啊 不用吃药了 所以他居然 是第一个医生 不开药给我吃 就这样子回家的 可是我还半信半言 明明在痛啊 怎么没有 没有药 结果回家 我开始不吃药 哇 那个痛啊 我发现我不吃药 那个本来 本来吃药还把它压住 不吃药整个 整个发作起来 怎么对 这样不对啊 过了一两天 我持续 就说不管他 持续 不管他 结果 哎 他发作到一个程度 就降下来 就降了 所以我 最后就好了 完全好了 所以我后来 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喉咙痛 也许我这几个月 一直用药压他 没有让他整个发作完 然后自然好下来 没有让他整个发作 然后让免疫力 自己去把他吃 把他治好 结果从那次之后 就再也不吃药 每一次喉咙痛 我都让他 痛到自然好 真的哦 然后 几乎每一次 大概只有一个礼拜 大概他痛 痛到几点 再过一个礼拜就好了 所以 你看 这里头 应用到的是什么 不只是我刚刚讲的一些观念说 哎呀 这个喉咙痛不用看病 不是这样 你在这一段期间 你要学会忍耐 并且在忍耐中观察生灭法 观察这喉咙的喉咙痛的生灭法 像我那一段期间就观察他 痛痛痛痛 生灭生灭生灭 而且增加 一直在生灭的增加 增加到最后消失消失消失 所以 在 佛法的应用中啊 只要你可以 镇静镇定的这样子 观察这个身体 那么这个身体啊 他再怎么糟糕 他会有 治愈能力就对了 其实就是 现代来讲就是免疫力 透过免疫力 他会自己好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你必须生活正常 还有呢 在极深刻的 在很深刻的心灵中啊 保持观察 那这样才会好 如果你继续熬夜 继续生气 继续骂人 那么你的病不但不会好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是这样子 好请说 我从小因为家里有点疮啊 所以 进场没有关系啊 因为饿的住宅 都在 通过在地上打鼻子 然后就这样就得胃病了 又通过一通通通通的胃 但我从来就不看一看医生了 到什么才好 到我当兵回来 住是这么好的 就不会通 这是一个例子 再第二个例子 就是我在民国七十年里 我从来不停要摔下来 这个奴隶出血就开刀了 那开刀出来 我是5月9号出宿 那5月27号就出院了 这很奇 很奇迹啊 因为我前一个礼拜 不省人事 那第二个礼拜 比如说都得意识 你来看我吃到没看 但你走掉就忘掉了 那我是要很担心 我会不吃别的记忆力啊 但是治好之后 就痛就脑也痛 要是获疑症了 然后治好之后在眼睛 就实在用嘴巴这边来 这嘴巴放到这边来 那看医生 有多会去哪里面吗 那你看医生啊 我都头痛啊 这个流淋啊 还有这嘴巴这个医生 也没有什么好啊 头痛呢 就是拿一个止痛要给我吃的 那我都自己都知道 Scan 我都自己都知道 后来我都不看医生 自己买料来吃 之后后来 这没办法 后来我感觉都不吃了 都吃了 你说那个头痛是为什么头痛 就是后遗症 就是开刀之后 开刀之后后遗症 头痛 脱了很厉害啊 但是我们现在还带着瓶子 但是我病人最重要的就是 我一只一刻的脑 一只很重要 然后我后来就 全部都不吃了 都看我都不吃了 但是有时候还痛 他还不让他痛 看你痛多久 早上我做的休息 但是其实健康 我们身体健康三个铁山脚 就是睡眠 隐质 跟心情要一样 最重要是保持心灵愉快 然后隐私要正常 要筋疼 营养要筋疼 然后睡眠要充足 那收拾之后很久了 就是你睡眠体质要好 像我一天睡五个小时而已 不管什么时候 睡五个小时 睡不饱 导致就死了 了解 阿姨 你讲一下 你的这个癌症 是怎么治好 我的癌症 应该是 要从他的原因去下手 就是要把他的原因拿掉 他就拿好 那个原因就是很不快乐 非常不快乐 当一个人不快乐到极点的时候 他又不敢去面对他的不快乐 他身体就启动一个机制 叫自我毁灭系统 就会想把自己杀了 那你为什么要不快乐啊 因为我就是 觉得要那样子修行才对 但是又做不到 不是 既然你认定那样子修行才对 应该就是自我暗示这是快乐的 那怎么会说不快乐 因为你认定的 应该就要快乐 但是就是差距越来越咬地 就是 不管怎能努力的修行追赶 勇猛精进 你早上五天起床 忙到十一点六 周休二日 你舍弃的家庭 舍弃的物质事件 怎样都打不到 的时候就觉得 那到底是要怎么样才能做到 那这样子就会启动自我毁灭系统 对 但是你又不愿意自己松开手 你又不愿意 就是你又不愿意脱盾 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要有一个很大的理由 让你可以解脱 可是 那 像你这样子的情形 那一个队伍里面 也有很多人像你这样子说 想脱队 可是找不到理由可以脱队的吗 还是说大家都没有想脱队 有些人不觉得他是修行 他只是觉得他蛮喜欢那样的产品去的 别扭 可是 可是我的认知是需要收行才去的 所以每个人的去哪里的套基都不太能 有的人想修行 有人只是喜欢产品 有的人只是喜欢那样的气氛 那样的怀疑 有的人陪伴 哦 陪伴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把它认知为修行 那为什么你从一开始就会把它认定为修行 是 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觉得里面的东西 有很多心灵的成分吗 因为上到高阶的时候会越来越清楚 越清楚修行的成分 对 应该是说我自己一直会在找一条修行的路 但是我以前也去过法谷山去过很多地方 其实都没有办法越吸引我 那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吸引你 不要吸引 OK 那比如说像法谷山他也是讲佛法 也是讲禅修 为什么这个部分没办法吸引到你 觉得都在隔靴搔痒 哦 直到现在 我现在在这样的量度还是有这样的感觉 那怎么样才算不隔靴搔痒呢 落实到自己的生活 嗯 生活 就是说直接在生活中做 是吗 嗯 所以你不觉得禅修 是一种核心的 修行方式 其实我不觉得 我到现在也不完全觉得 为什么为什么 我也看到 即便一直采设我的理念是这样 我还是觉得跟 落实佛法东西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嗯 嗯 落实佛法 可以多讲一点吗 落实佛法要怎么样 怎么样是算落实佛法 比如说就是 就是 比如说精进 勇猛 勇猛 是什么意思 布施是什么意思 对 这些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你意思是说 讲布施 可是实际上 没有做到布施 他就还是在很舒适的范围里面 做他可以做的而已 嗯 这也比较精进 也比较勇猛 然后讲 讲精进 大家也不够精进 也是很懈怠 嗯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 理论 好像理论跟 跟那个实际 有一点落差的意思就对 比如说 我以前在外套团里 即便那个方向是错的 方法是错的 但是你会看到 一群人朝着那个方向 各种勇猛精进 布施 即便他的方法是错的 但是 哦 你说勇猛精进的布施 我 我想 嗯 以前我跟妍的那个秀希 就是 这样子 就是有一句话 例如说 我们会这样讲 就觉得说 嗯 明白多少 如果我明白 明白多少 做多少 然后呢 只问给你 读问收获 然后 如果 得到的那个成果 那是上天是 给我的恩赐 这是在我们的信念当中 我觉得应该这样做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今天听懂一句话 你说 哎 假设我读心经文 看到射几是空 空几是射 我觉得我应该要此按照彼岸 假设我知道这样 那我就应该去走 只是说 在走的当中 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 个人很多的贪嗔痴 那我自己的伙伴 关系 将会处理不来 那我四次去接触 更多的人 事 物 打开 看看别人 看看自己 然后打开 接触之后呢 回到自己的时候 是谁看看 原来自己 有哪些状况 应该改进 应该做 那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跟尼恩 那里的修行 才一直去做的 当然背后 我发现可能 有另外一股 不一样的东西 存在 那时候 我跟尼恩的感觉 就是 一种痛 一种痛 就觉得说 我们真的认真地做 我们的原因 就是只是觉得 明白了 我就去做 那我只是悲缘 我不问什么 但是背后 为什么会有一个 东西呢 那那个东西 我又收不出来 都不能收 那其实是很痛 所以最后呢 当然就 内在 当内在有个 就是说 我的身体 跟我 我的头脑 背叹 我的心的时候 那个撞击的时候 长期下来累积了 就会身上 身上 就会有这状况 出来 我这样回应吧 那么 像一 你感觉 你现在转入佛教团体 依然让你失望 那可以说明白一点吗 你刚才说的是 比如说 布施 大家并没有真正做布施 勇猛 并没有真正勇猛 就是类似这样 就是说 并没有按照佛陀 所讲的 道理 真正做到 而是只有名词 只有术语 在那边而已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你反而在这个以前的团体发现 勇猛精进 在他们身上看到 是吗 所以我其实觉得蛮 就是蛮难过的一点 就是说 你们确实让我看到 勇猛精进 但是 这么多人的勇猛精进 如果可以回归到 正法上 哇 不得了 我现在蛮感叹的就是 为什么正法中 没有勇猛精进的人 没有愿意落实的人 那愿意落实的人 为什么都跑到 其他 所谓外道的团体 为什么会这样 唉 好 那这边 这个 法的医疗 就是在告诉我们 佛法 透过佛法 我们可以 渐渐的将 自己的 身心 给治好 那 下面 我们看第二页这边 就是记载了佛陀 怎么让他的病 怎么让他的病治好 你们知道吗 就是 之前 我小时候 有非常严重的七船病 每一次生病 必定七船 没有一次例外 但是呢 后来我发现 打坐居然会不要而已 我后来 我本来不相信 可是我越长大 打坐吃素越来越多之后 唉 气喘越来越爽 最后呢 我每天打坐之后 居然就不气喘 那你会说 那师父是不是 你现在不打坐 如果一天不打坐 又会气喘 不是 我现在如果 一个月都不打坐 也不气喘 气喘已经消失了 所以 那个 很不可思议的 就是说 或许 你觉得 禅修这件事情 好像也不是 修行的核心 但是对我而言 从不痛苦 从痛苦 变成不痛苦 这对我而言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让我看到 人生仍然是彩色的 所以 我从禅修这件事情 就 发现 哎呀 禅修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就开始研究 这个 禅修是什么 哎呀 然后最后发现 佛法这一块大宝藏 然后开始挖挖挖挖挖 越挖越深 然后就发现 哎呀 整个佛法 几乎都是希望 我们禅修的 所以 透过禅修 透过精进于 这个三藏经典 我们也会 将所有身心的疾病 给治愈的 好 那 接下来我们看 佛陀 他怎么来治疗 他的病呢 这个在长度的大品 跟相应的大品 都记载了 佛陀啊 在第四十五次 也就是他 要 与世长此的那一年啊 他那时候住在 皮色里的 魏鲁瓦村 那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 但是呢 那一次他 并没有 并没有原疾 他是得到痊愈的 是后来另外一次才原疾 这一次没有 他是发生什么事呢 他严重的疾病啊 生起于 结下的世尊身上 他非常的痛苦 但是呢 世尊没有受到脑害 要知道 这个都是所有解脱者的特色 解脱者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 生苦 心不苦 身体虽然很痛苦 心里不会很痛苦 有的 有的这个法师啊 甚至可以做到 当医生在开刀的时候 不住任何麻醉剂 医生在他的肚子开刀 在那边缝合 在那边挖 他一边跟着医生聊天 一边医生开他的刀 不 不注射麻醉剂 这是什么 这是身心分离制 彻底的了知 身体的痛 与心里无关 我们很多的成分是什么 恐惧带来的痛苦 我们恐惧开刀 恐惧流血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痛苦 实际上啊 如果你没有这些恐惧 痛苦 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 当你可以身心分离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哎呀不一样 不一样 好 那四尊一样啊 虽然 身体很痛苦 没有受到脑害 就好像密勒日巴在晚年的时候啊 有非常强烈的痛苦 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受到脑害 只是好像啊 没办法很活泼的样子 那有的这个外道 有的这个博学的佛学专家 看到就以为说 哎呀这个密勒日巴不行啊 这老了啊 怎么样啊 有一次密勒日巴就用神通啊 将他身体上一点点的病痛 转移到他的身上 结果他就在地上打滚 痛得要命 求饶啊 就跟密勒日巴求饶 密勒日巴再将他身上 再将那位博学的 这个学者的病收回来 这个到这个时候啊 那一位佛学的佛学专家 他才会信服口服 所以一个瑜伽行者 一个禅修的人 一样他会有很大的忍耐力 就算他很痛苦 他也不会讲出来 他也只是保持冠状病苦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佛陀只是纯粹的保持正念 正知忍受那些难以忍受的苦受 由于他保持观照 观照这些苦受 所以他没有经常移动身体 他没有被压迫到 师尊他想 我如果这个时候 波涅槃 没有通知生团的任何人 这样子大家都不晓得 不行 这样的做法不恰当 我不应该这个时候去波涅槃 所以你看哦 佛陀可不可以在那个时候死去啊 是可以的 但是佛陀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命 让他延长 我们哪能啊 我们如果这个 那个 癌症来 肿瘤来 还是什么病来 该走就要走 哪能够延长 你还可以想说 嗯 我的时间不对 我还有事情没办完 不应该这个时候 涅槃 我应该要再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这样吗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可以获诺贝尔医学奖 有没有医学奖 我不晓得 所以 就是 那这个时候呢 佛陀他想说 他不该涅槃 所以他透过精进去除疾病 着手修复生命力 他让 结果他 修复生命力之后 世尊的疾病就完全的停止了 那你会觉得奇怪 怎么停止的呢 今天我没有讲那么清楚 那么注释书里没有讲 怎么停止 引发正念 让正念清楚的显现 让正念观察这些痛苦的本质 是无常苦无我 苦受的本质还是无常苦无我 他不会一直保持在那边的 那你说 难道观察 难道观察 无常苦无我 就可以比较能够忍耐吗 对 比较能够忍耐 而且也许能救你一命 这是真的 所以无常苦无我 不仅让你开悟 他也让你比较好受 因也是啊 因你来到佛教团体 看到这些人啊 不精进 不够勇猛 不失心不强 嫉妒心咒 爱说是非 等等 你看到这么多的问题啊 你要学习观察 无常苦无我 因为这就是一种痛 转换一个跑道 不见得更好 这就是一种痛 那这种痛 你要去看他的无常苦无我 这种痛不是身体的痛 是心理的痛 心理的痛 也是无常苦无我 我们人生病了 身体生病是无常苦无我 心理在痛 也是无常苦无我 透过这样观察 身体与心理的疾病 都会痊愈 一定要这样观察 一定要走过去 突破这个瓶颈 有的人的瓶颈是啊 看不得人家的 这个行为不好 他道德很高 看到行为不好的 他就受不了了 那就会很难跟这种 行为差的人相处 不行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还是应该要用 中道正观的方式去观察 这一切法的身体 消灭 不好的人 正好衬托你的好 他让你变成好人 也没什么不好的 老二的存在 衬托出老大的存在 老二也没什么不好的 所以不要认为 那些人总是不好 他不好 才代表你清高 才代表你修行有正量啊 所以大家都好 全部都好 好 还有 不应观察人 不应观察人是勇猛还是懈怠 不应观察人是布施 还是非布施 不应观察人到底是好还是坏 不要去观察这一切 以忠道正观来修 来修就对了 这个样子 如实之如实见 observe it as it is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 如实之如实见 不容易啊 如实之如实见是什么 看到他是白色的 就知道他是白色的 不要说 他怎么是白色的呢 我不喜欢白色的 白色是死白 死白我不要 我要红润的白 不是这样子的啊 不要看到说 哎呀 好 就说 我们要经常 能够去 如实之如实见就对了 这个如实之如实见 他是无分别心 那你无分别心 来处理事情 来生活 不管是在家里生活 在一个修行团体里面生活 你就可以了 上到 上路了 否则是怎么样 啪啪啪啪啪啪 就是这样 啪啪 弄来弄去 人来弄上 你难怪别人 你弄来弄去 都是自己的心做些 都是自己的心造成 是你的心使得自己 弄来弄去 弄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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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不要这样子想 你的心 要永远如实之如实见就好 你看 就算他是死白 又怎么样 他还是 你如果 如实之如实见 你不要产生 他为什么是死白 你不要这样子 他还是一样 你就会活得很好 也很好看 死白 大家不是在追求美白吗 这个死白也很好看 为什么会不好看 所以就是这样子 有一次 弘音大师 他在河边 用他破破烂烂的毛巾 在洗脸 他的好朋友夏勉尊 拿一条新的毛巾给他 弘音大师连看都不看一眼 继续擦他的脸 用破的毛巾擦他的脸 只告诉 这个夏勉尊说 哎呀 这个毛巾没什么 你什么都不收 这个 这个没什么 收去 他只说了三个字 他说四个字 很好用的 拿这个破吗 很好用的 多好 照说 如果照一般人 看这个破破烂烂的 不是很烂吗 很好用的 你看 弘音大师 他在面对 不听话的学生 或者是生团里面 乱成一团 他有没有 退道心啊 他就做得正正的 我们开始上课 请大家注意听讲 大家还是不专心在那边讲话 我们开始上课 请大家注意听讲 他又讲 有没有 大家就乖乖 乖乖的这个 听话 那你看哦 哎 你如果去碰到 弘音大师的团体 你不就倒掉 我们团体有没有这样子 让师父经常这样讲 我们开始上课 请大家乖乖听讲 有没有 大家都很乖 非常的激进 我从来没有说过一次这样的话 请大家乖乖听讲 有没有 所以还不错的啦 Good的啦 这样 好 那 那 这边啊 他说 引发正念 让我们的内观智慧 去分辨苦的本质 再述抄啊 进一步来解释这样的事情 再更往下一步看 当苦受欢愿时 以内观智慧 辨别苦受的刹那性 苦性 无我性 还是无常苦无我嘛 所以刚才我其实已经都跟你讲了 当苦受一直在坏面 旧的苦受坏面 新的苦受生起 整个疾病的过程就是这样 旧的苦受坏面 新的苦受生起 当这样子的时候 你要用内观智慧 辨别苦受的 刹那性 刹那性就是无常性 生生面面 生生面面 一直在刹那 还有苦 他一直是在苦中嘛 以及无我性 无我性就是 你没有主宰性 你无法主宰疾病 细菌病毒要侵害你 你就是 没办法主导 你就是没办法 给它停止下来 有时候该 病入膏肓 它就是病入膏肓 所以观察这种无我 你没办法主宰 你没办法主宰这一切 你的健康 你的疾病 你没办法主宰 所以是无我 那么透过这样子观察 客服那些苦受 藉由观察被内观所顶悟的真实本质 就是无常苦我 因而接受 忍耐这些身内的苦受 他并未被那些苦受击败 所以啊 这边讲到的一个重点来了 要接受 有没有接受 没有接受 你就会被打败 接受了忍耐了 一切的事情就正常化了 你就不会被苦受击败 所以一样到底要接受它 接受现状 接受现状 自然就美好起来 好 当然接受现状 不是说 我们不用努力的 不是 我们还是精进努力 有一个 杂耍团的 这个师父 以及徒弟 杂耍团的 这个师父在这边下面 拿着一根长长的 顶着盘子在那边转 上面呢 弟子呢 他站在师父的肩膀上 也是拿着一根长长的棍子 转着盘子 那 当他们在这样做杂耍团表演的时候 弟子非常担心 师父会站不稳 扩着他 他会 他 师父会这个 不稳定 师父告诉他一句话 你把你的盘子转好了 我把我的盘子转好了 一切你不用担心 我们各自努力把盘子转好 不要让它掉下来 那么这一场戏就成功了 同样的道理 各位 你们现在在上演的戏码也是这样 大家把自己本分的事情转好了 做好了 那么整个团队就正常化了 就是会 所以接受现状 并不是说不努力 接受现状之后 大家各自努力用功 该精进的精进 各自努力用功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会整个就很顺畅 那 这边啊 他下面就 继续来讲另外一个例子 许多巨师本来有肿瘤 哦 这是真的 我就曾经碰到有一个巨师 他是有长肿瘤的 很明显 硬硬的一块 在那边 结果啊 透过禅修 透过努力精进的修行 哦 这一颗肿瘤越来越小 后来真的就消失不见了 这是我亲身所看见的 就不见了 你看啊 有的人透过内观禅修以后 吐出硬块而痊愈 吐出硬块 有的人是腹泻出不净物 直接把内在不净吐出来 有的人在极大的病苦中啊 继续残修 也就是说有的人啊 他还是在病苦中 但是继续残修 心里啊 心眼里看见他的腹部爆开 也就是在残修中啊 看到他腹部爆开 然后各种颜色啊 绿色 红色 黄色 蓝色的液体啊 跟肿块流出来了 三十年来的病苦 居然透过禅修的权益 而且不再犯病 三十年的病苦都都好了 是这样子啊 那我曾经也说过 有的人啊 他没有禅修 他光是在生命电视台 听到我说法 结果居然 五十年来的失眠 就这么好了 好 然后这是台南 台中的也 南投的也有一个人这样讲 最近呢 最新一通电话是谁的 打人知道吗 不晓得是哪里的 台中爱台南风机的 这是南中 他 他都是看半夜 星期一星期二 两点到两点半的 他不晓得有礼拜六礼拜天 比较早的节目 他就是第一次就看到礼拜礼拜二 从今以后 他每天半夜都痴痴的等 他都痴痴的等 就等着看那个 两点到两点半的 佛陀的启示 他就是很喜欢看就对了 他觉得很受用无穷 师父讲得很清楚 很清晰明白 然后就很喜欢看 直到我们的学员跟他说 礼拜六礼拜天有 他是要逛很大陆 所以你看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 这个 所以你看我本来以为 一定要禅修一个人的病才会好 心情 我们情绪才会好转 现在我发现其实 光是听闻佛法一个人也会转变很大 光是听闻佛法 所以听闻佛法还是很重要 我本来以为 我本来以为 听闻佛法只是很小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好像也蛮大的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下一个例子 他说 1945年 离谢坤村 约四英里远的 雷坤村里 有一位长老 农历修行正念 几天之后 他就获得殊胜的内定定力 与观治 同时困扰他超过二十年的风急 也就是胃肠气 胃脏气所导致的疼痛 与风 风湿痛就好了 所以 你看这 这边又是一个例子 让你看 胃脏 胃脏气的疼痛 跟风湿痛 就好了 当然你会说 那也有那种出家人 全身是病的 那怎么讲 我告诉大家 你永远要这样思维 有的人修行之后 病就好了 这是正常现象 有的人修行之后 病还是不好 你要怎么思维呢 你要思维 因为 你的过去业 无论是今生 或是过去世 这些累积的业力啊 到了现在 你就是要生病 而且病入高光 就要这样走 这是过去业造成的 要思考自己 过去怎么 滥用这个身体 让他身体变得这么糟糕的 我就说过 一个身体变坏 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你就这样思维 所以你现在怎么禅修 都救不回来 因为你前面啊 糟糕糕糕 糟糕糕 糟糕太久了 这是一个 那有的人呢 没有修行 也都没有疾病啊 你会分汗不平 我这么努力修行 还疾病 有的人没修行 也没疾病啊 你要怎么想啊 人家过去业 就是生活很正常 就算他没有禅修 他生活做起正常 与生俱癌的体质也好 也许上辈子带来的福报 让他这辈子啊 深强体贱 就算熬夜也可以 你熬夜不行 因为你过去是 没有福报 你今生今世 这个身体就是没福报的身体 比别人差 别人呢 这个 今生今世带来啊 有福报的身体 就是比较强健 你就这样想啊 不要 不要分事 分恨不平说 别人没修行 怎么没有生病呢 你要这样想 那我们其实这里面呢 很多人对于养生 都有一套啊 比如说 像银山啊 他就了解这个 酵素的重要性 像银山你知道吗 他只要口腔破掉 他只要半天 口腔就愈合 你们相信吗 我的口腔破掉是好几天 甚至一个礼拜啊 他只要半天 手指 如果割伤流血 你要 你要多久好 他要半天就好 就这么快哦 像这种能力 我只有在 好莱坞电影里面 看到那个生化人 就割掉 然后复原 好像阿诺斯瓦辛格 演的那一片 T1的那种机器人 结果居然在他身上 看到说半天就愈合 你看那种 复原力多强 据他说 他就是吃酵素 酵素造成这么好的身体 然后呢 他都可以啊 半夜两三点才睡 然后早上四五点起床 很强哦 然后白天又力大无穷 小小的身体又力大无穷 真的不可思议 所以你们那个私底下 可以向他讨教养生方面 而怡影呢 也有非常好的养生观念 怡影她其实也懂很多 这个各式的养生的食品呢 还是推拿 推拿那个臂软很强 臂软这方面很强 我们这里面高手如云 真的高手如云 那可以 好 请 其实我第一 刚师傅要分享那个 换爱情报道 其实有个很关键的一段对话 就是我第一次去上师傅的杂阿韩经 然后校课的时候 在外面的桌子 里面的师傅有一段对话 我觉得那一段话是对我影响很大的 就是我就跟师傅讲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跟生活的处境 然后我就 然后师傅就给我一个建议 他就说 你现在只要做三件事情 就是好好听闻佛法 然后早晚闪修 然后本来就 最后再做瑜伽 就继续做瑜伽 然后我当时是很惊讶 说这样不是太不精进了吗 我原本可以做十件事的 你现在只要我做三件事 然后呢 他就怎么破除我对那个精进的语言 他就说 现在对你而言 只做这三件事 就是精进 是我本来喜欢 我本来认真要做很多事 我有能力做很多事 但是现在对我比较困难的事 反而要做比较小事 对我才是困难的 我要克制我自己不要去做那么多事 对我来才是难的 所以修行就是要面对自己 难的那一块 然后我 我觉得我很乖 就是很听话 就是听妈讲 就是 真的每天就想想 每次只做到这三件事 然后就很快就好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有个想法 所以我要讲 让我不去承担 是难的 所以我觉得 我要放下一些承担 好 所以 我现在很听话 真的很听话 真的很听话 所以这是我觉得 他工作能力强 但是呢 工作能力强 如果不听话 真的没办法配合 但是他很听话 很配合 这是我觉得 能够走得这么 走这样子长远下去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是走长远路 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能够配合 那 那个时候呢 因为你有癌症 所以叫你要做三件事情而已 现在你要放下承担 你现在没有癌症 而且呢 而且现在 这个学会正在起步阶段 现在我不要你做三件事 我要你做十件事 所以 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现在确定 我为什么敢叫你现在做十件事 我确定你 叫你做十件事 你不会再得癌症 我很确定 只要你继续好好这样听话方法 禅修 不会的 你不要乱跑 不要黑白隆 黑白隆 你也黑白隆了 得癌症 不要黑白隆 买了 很确定 好 今天先到这边 休息十分钟 要不要黑白隆 你没黑白隆 没黑白隆 ��� strategy 是不是 你不敢 感谢观看